女交警突然膀胱一闪似乎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车厢里装着的是一具全身赤裸的白人女性尸体 年龄在15到21岁之间 全身上下108处形状各异的伤口 有一些是香烟的烫伤和挫伤 凶手像是在泄粉 最致命的是脖子处15厘米的开口 应该是被狠顿的刀刃反复剧砍 她的四肢被不交代绑住无法反抗 在被冻死前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身亡 死亡时间大概在五个小时前 在刑警们交流案情时有民警报告 有个叫维斯特的父亲报警自己16岁的女儿失恋了 并且刚好旁边这辆车的主人就是维斯特 房间里的照片证实了受害者证实维斯特的女儿艾米丽 父亲说女儿昨晚留宿朋友安吉亚家里一起做作业 虽然她打电话去到晚安的时候没人接 但15分钟后女儿给她回复了电话 电话号码十分陌生应该是同学家里的 安吉亚的母亲对于调查非常抗拒 她强调自己女儿整晚都是一个人在家 昨晚从未见过艾米丽那个手机号码也同样没见过 艾米丽在学校里有三个好闺蜜 分别是佩基布兰妮安吉亚 起初三人还打算撒谎隐瞒 奥特见状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其中一人的手机当场响起铃声 三个女生好好大哭地解释着艾米丽昨晚要去跟一个男生约会 所以请她们帮忙打掩护 男生大概23岁 具体叫什么名字他们也不清楚 通过艾米丽放在储物柜里相机的照片 男生的身份得到确认 一个不入流的三线演员卢卡斯 卢卡斯解释跟艾米丽交往是因为不知道她只有16岁 在知道后就马上分手了 昨晚她一直在拍戏没见过艾米丽 艾米丽的手机在一个杂志店老板手里找到 老板说是她早上下飞机后在街上捡来的 口袋里的机票可以证明自己没说谎 手机里有一条昨天的短信写着 等会见 小布 从记录上可以看到艾米丽每天都要发送几十条短信给朋友 艾米丽14天的短信存档被打印出来 整整一叠起码有几千条 短信的背后竟然是可怕的校园霸凌 二人组来到收件人艾米丽家里 老父亲一听到艾米丽就火冒三丈恨的咬牙切齿 说自己女儿艾米丽身受艾米丽等人的欺凌 曾多次向学校反馈却无人理会 学校负责人解释他们曾为艾米丽和艾尼斯调解 当时双方已经同意达成和解 被欺凌者通常是社交的边缘人 校方往往都会偏向认同那些正常的学生 班森看出了校方的态度 约谈了当事人才了解到具体情况 艾尼斯九岁丧姆 小时候和艾米丽是朋友 十二岁的时候艾米丽开始造谣 说她母亲离开是因为接受不了她长得太丑 之后艾尼斯的长相就一直遭受攻击 除艾米丽之外 她的三个闺蜜也不是什么善差 用假名在网上假装艾尼斯喜欢的男生给她发邀约短信 然后带着同学一起去看笑话 假装跟艾尼斯交朋友 然后把套出来的秘密全部公开 欺负艾尼斯仿佛已经成了他们的日常 最近还开始发恶毒的短信 笑她胖 说她应该自杀 因为没有人喜欢她 难怪艾尼斯的父亲会如此愤怒 他们确实有理由愤恨并且希望艾米丽消失 艾尼斯的父亲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在酒吧担任酒保 已经确认过没有作案时间 艾尼斯倒是一个人在家没有任何证明 但她真的有办法那样残杀被害人吗 心理医生解释一切皆有可能 只要受到的刺激足够 从尸体的惨状来看 凶手显然非常愤怒 却又不懂得如何杀人 下午警方接到通知布兰尼在学校被人袭击 动手打人的是艾尼斯的哥哥 她三年前因为带刀到学校被退学 虽然脾气暴躁 但这次动手却另有原因 她的妹妹艾尼斯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 被布兰尼偷拍 还把照片发给了每一个有手机的同学 另一边班森接完电话 开始询问布兰尼为何会遭到攻击 布兰尼撒谎称她是疯子 他们全家都是疯子 直到班森翻出了她偷拍的照片 谎言被戳破之后布兰尼开始换说辞 她解释这么做是想帮死去的艾尼丽报仇 早上看到班森去找艾尼斯问话 他们就觉得是艾尼斯杀的艾尼丽 双方的说辞都明显带着漏洞 二人组不好抉择于是跑来询问 法医是否能够推测凶手的性别 法医已经确认尸体上众多伤口的凶器 是用她手上的那种指甲刀插入后打开所造成 在尸体的抓痕上有淡粉红色的指甲油 法医推测凶手应该是女性 此外她们还在用于捆绑的布胶带上 找到了几根染过的金色头发 而艾米丽的三个闺蜜都是金色头发 但这些女孩显然能够毫不在意地对警察说话 如果现在把她们三人带回来问话 她们只会继续说谎然后相互推卸责任 现在警方必须先戳破她们的谎言 继续调查艾米丽的人际关系 有一个和艾米丽一起长大的同学爆出猛料 她说艾米丽以前待人友善性格温和 发生改变是在加入布兰妮的小团体后 最近艾米丽想考大学认识新的朋友退出小团体 听说是因为艾米丽喜欢上了布兰妮的男友 这个男友不是别人正是卢卡斯 上次谈话这家伙隐瞒了不少事情 她最开始是和布兰妮交往 但几个月之后布兰妮要她去勾引艾米丽 美其名曰友情测试 最终的结果就是艾米丽上钩了 艾米丽遇害前让卢卡斯帮忙购买啤酒 晚上布兰妮开着艾米丽的车来到郡 佩基和安吉亚都在车上 但唯独没看见艾米丽 卢卡斯说她想把啤酒放进后备箱的时候 三个女孩都吓坏了 现在想来应该是后备箱里装的艾米丽 下午学校体育馆内 佩基 安吉亚 布兰妮三人因涉嫌谋杀被正式逮捕 三人被分开审问 口供出奇的一致 三人说把艾米丽绑到后备箱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 因为艾米丽背叛他们的团体 他们没想过要杀人 只是后来布兰妮突然变得很可怕 开始不断地伤害艾米丽 因为艾米丽抢了布兰妮的男朋友 佩基和安吉亚被吓傻了站在一旁不敢动 行凶者只有布兰妮一人 案情似乎已经明朗 但是当警长告诉布兰妮 佩基和安吉亚也是这么说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疯掉了 很显然他们三人早就提前串拢 但最后布兰妮成了牺牲品 佩基和安吉亚的律师开始运作要求撤销这两人的控诉 但检察官不为所动地将三人全部都送上法庭 佩基和安吉亚假装可怜博取同情 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当时很害怕很伤心 他们都说自己没有动手 但艾米丽的戒指却戴在安吉亚的手指上 在检察官的逼问下两人崩溃互相指责 三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全部被判有罪